幾年7月的關懷9點17號時 卡摩到很多社区的民眾 大家是分工合作 有人來拖到歸齊 有人是來收到園 他不是當作也不是關小 為何應師伯所在來收到園 原來是幾年地区有部分綜頭 還保留到吃半年的這個學生 適者由關懷祭典的長輩來收園 來扶園 來介紹 那幾年 包括邀請我們社大 習近趙老師來幫我們搜索 讓我們這個活動 讓我們裡面知道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 這些小孩知道 我們這個半年年的典故 幾年地区部分的長頭在國立25號 會來吃到半年他們的食修 25號也剛好是一年過了一半 只說這個食修什麼時候 有的已經是沒辦法來查詞了 在西部平原上面 都是保有這個習俗 那最近這幾年的調查 比較難能可貴的是在我們的 仁德歸仁 關廟這附近 保存下來的情況還是比較多的 這個習俗他已經 他已經是幾乎瀕臨絕種了 他已經瀕臨看不到實際例子 但是在我們歸仁地區 跟關廟地區在仁德地區 我們都還是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 很多老人家他們還是保有這樣的習俗 一個老人家他們其實在處理這件事情 方案是不太一樣 讓我們就學習更多說我們的民俗 我們的習俗在我們的這個社區裡面 它有一些小小的變化 但是保留下來的原意還是存在的 他有來團行到這行吃半年他們的習俗 這家裡特別邀請專家來分享到這個派遣民俗 同時也讓李民作為來收到鞋子 他鞋子又分作為甜的跟鹹的 用來又相當的工夫 一般吃鞋子是在當作 吃半年他們這個習俗已經吃這個人在準順了 吃半年他們煮的是提示大家一年 已經是過了一半 來為15號還要撲到鞋子湯 拜古馬這組 南邊新聞帶一下幾年菜方部的